因此在ID段 我们只要有这么一个简单的 判断是否相等的 这样一个比较器 那么或者说一个判定器吧 我们就应该能够知道 是不是发生了 这个Low的 和后面数据的冲突 和后面指令的冲突 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 用这个Low的护锁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好 那么刚才讲了 如果发现了 对吧 有这个Raw冲突 那么流水线的护锁机制呢 就会把流水线中的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那个流入的那个位置呢 插入停顿 就不要再进那个其他的指令了 是把停顿这个东西插进去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气泡嘛 给它塞进去 对吧 好 那么当前正在ID和IF段的指令呢 来 就停止前进 就不要走了 对吧 那么就是当流水线插入那个气泡 就是在你停了以后 那么其他的我们让它继续往前走 所以中间要插入那个气泡 那这些指令呢 就是IF段和ID段的指令 就不再前进 然后你IF段要往里送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新的那个指令的话呢 它就不让它往前走了 它要把自己的这条指令保持 怎么保持呢 就可以把它的输出 反过来送到它的输入 那么它这样的一直使自己这个 这个寄存器 流水寄存器呢 不断地往里打入 那么它就是内容是保持不变 打入的是它原来的内容 那么对于这个 IDEX段这个里头的指令 我们就要把操作码改为全您 就表示空操作 改进去以后 那么继续往下 不断地往里塞入 就等待嘛 前面再等待 你这边就要塞入空操作 插入这个气泡 那么关于定向逻辑 定向逻辑呢 也是一样的 要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比较流水寄存器中的 寄存器地址 来确定 看看是否相同的 如果相同的 可能就要采用定向 那么这个要考虑的情况呢 就更多了 对吧 好 这个我们就不作声了 大家自己再看一看 那么定向路径的话 可以看出来 应该严格来说 就是 不是严格来说 我们把它说翻一点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头的流水线 刚才那个通路 数据通路 任何一个输出部件 都可以有回路 把这个数据呢 送回到前面的 我们这比如说 这两段的任何一个输入部件 它的那个输入端 对吧 你看一下 这个比如说ALU算出来的结果 它可以送到下一个部件 那这个本来就有了 那么也可以呢 通过这个粉红色的 回送到 你看等于不等于0的判断 也可以送 送到ALU的上面那个路口 也可以 下面这个路口也可以 所以这个输出呢 是可以回送到 这些部件的输入 那么你需要的话呢 就是说这样 有这样的通路就便于 你硬件真正在 进行工作的时候呢 根据你的需要 看看你选择哪一个 所以这个是定向路径 如果比较前面的定向的话呢 数据还是 数据线还是蛮多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 控制冲突 控制冲突 对吧 控制冲突 我们前面介绍过它的概念 就是说 因为改变 因为能 会改变PC值的那个指令 当然主要只分支指令 这些了 对吧 那么它呢 使得 使得呢 我们这个 这个指令在执行的时候呢 要 它要回去修改那个PC 那么一种情况下是 按正常情况下是 PC加4往下走 对吧 那么如果你碰到的分支指令呢 它就要把它算出来的 转移目标地址来更新你的PC 所以这就有个选择问题 应该选哪一个 对吧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它带来的分支延迟呢 上面我们讲过 就是我们那个图 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个转移成功的时候 PC值的改变是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一下 在ALU这个地方 是计算出了 你转移目标的地址 对吧 就在这个EX一段了 同时呢 也判断你那个寄存器呢 是不是等于0 比如说我就判断 这个只判断等于0 根据这个结果 在MEM这个周期呢 在这一拍呢 把这个数据和控制 来选择说 你是选择哪个地址 那么如果转移成功 就是拿这个ALU output的地址送过去 然后呢 送到PC 对吧 那么从时间上看呢 这个PC值的改变 是发生在MEM这个 这一拍的末尾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知道 你再往前走 假设你前面已经一码出来 它是个分支指令了 然后你还要等多久呢 要等这个一拍两拍三拍 然后才能确定 因此呢 它带来的分支的延迟 是三个这个周期 是三个周期 那这个呢 是比较 开架比较大的 是吧 好 我们来说呢 这个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分支延迟减少 怎么减少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数据通路 就把这个电路呢 改一下 这个逻辑都改一下 怎么改呢 你看一下 这个跟前面做一个比较 你就看出来了 对吧 这些都没有变化 就是那两个 跟这个分支相关的 一个是当时是用 在前面那个 我们的方案里头呢 是用ALU 大家看 是这个ALU来计算 这个转移地址 对吧 分支地址 然后那个判零呢 本来也是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把它挪来 挪到前面一个周期 挪到这个 一马 这个周期里头呢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数据呢 送去判零 然后呢 这个利计值呢 拿来这边计算 那个什么 分支地址 而且计算了 那个分支地址以后呢 不是送到这个 流水寄存器 而是直接送回到 取指缘子段 这个二选一开关的路口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判零呢 这个结果呢 马上就送来选择 这个二选一开关 这两个哪个输入 对吧 因此呢 这样改了以后 这个电路 就把原来的延迟 是三个周期 改为 变成了一个周期 现在只要延迟 一个周期就够了 因为它提前送了一个周期 把它往前挪了一个周期 而且这个 不是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流水寄存器 下一步再去判断 而是得到结果以后 马上就去更改这个PC 在同一个节拍里头 所以这个呢 就减少为一个周期了 那么这样就能够 有效地减少这个分支延迟 具体的呢 就自然的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操作表 对吧 就是说呢 这个具体的操作 那么现在呢 就要做相应的改动 这个改动呢 不大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IF这个周期 多加了一个什么呢 就把这个判断呢 是放在这里来做了 那就看这个红色的 对吧 看红色的这个框框 就说 如果你的这条指令 操作码 是等于branch 而且呢 这个你的 这个寄存器判断出来 它的结果呢 这个这个寄存器呢 它的内容是零 就符合我的条件了 那么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NPC 就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呢 加上我这个指令 给你的那个偏移量 这里注意 这个偏移量 是要左移两位的 按符号位 左移两位 然后前面的是 按符号位扩展 对吧 好 然后这个呢 就送给那个PC 和NPC 就后面就按这个指令之行 对吧 否则呢 那就是PC加4 对吧 那么就是说呢 下一条指令地址 送给NPC和PC 对吧 那么这样就实现了 我们的分支的这个动作 对吧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这么一些 就是关于这个基本MIMPS的流水线的实现 后面的一节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那个向量处理机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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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